这个好像可以 消防队赶到现场 三岁女童坐在地上 右脚卡进排水孔内 吓得嚎啕大哭 一旁的爸妈赶快出身安抚 消防队员夹紧脚步 女童跟家人一起来快逸生活村玩 但是小小细细的脚 居然不慎卡进着排水孔 大腿以下几乎都陷入 家人撑起雨伞原地等待救援 同人现场用一条长形的条状物 将女童的鞋子脱出 最后消防队员用长棍 伸入孔中帮女童先脱掉了鞋子 才顺利将人救出 还好女童只有轻微擦伤 只不过她到底是怎么掉下去的 回到现场 园区工作人员测量孔洞大小 表示将进行调整 以前的工法就是 卸做工作比较大 我们会收小到五公分 缩小到五公分 对 就大概这么大 原来这排水孔是早期设置 孔洞较大 八公分的宽度 手都可以伸进去 小朋友的脚也容易掉入 原方统计整个园区 大概有36个排水孔偏大 将进行调整缩小 避免类似意外再度发生 36个排水孔